英国议会的脱欧协议表决演变成了逼宫戏码 二度面对不信任动议表决的英国首相特里沙梅 这次再度逃过一劫 侥幸的是以19张多数票获胜 脱困之后的梅仪第一步做的就是和各党派领袖会谈 和他们合作 共同寻求英国脱欧的出路 英国议会昨天以史无前例的230多张多数票 否决了首相特里沙梅的脱欧协议后 在野党 工党马上发起对特里沙梅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在星期三晚上举行的投票表决中 特里沙梅以19张多数票的微弱优势 有惊无险过关 继续执政 在保守党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 特里沙梅政府以325张赞成票和306张反对票留任 成功闯关后 稍微喘口气的梅仪当晚马上会见各政党的领袖 包括自由民主党 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 寻求打破僵局 达成脱欧协议的共识 虽然如此 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 科尔兵还是不满眉一做法 他拒绝和特里沙梅磋商 并放话 除非政府排除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否则一切免谈 让特里沙梅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 一 week ago the house voted to condemn the idea of a no deal Brexit before there can be any positive discussions about the way forward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must remove must remove clearly once and for all the prospect of the catastrophe of a no deal Brexit in the EU and all the chaos that would come as a result of that 面对科尔兵的冷淡反应 特里沙梅表示失望 但强调会谈的大门随时为她敞开 距离英国3月29号脱欧倒数不到十个星期 赢得不信任投票的特里沙梅总算能够重新聚焦 设法让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草案 她必须在下个星期一之前向下议院提出一份替代提案 至于她会打出什么新策略 还需静观其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关机